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很高兴今天又在这边跟大家一起相聚跟老师聊天 老师我想要谈谈这个有关于我昨天晚上看到的节目 我看到台湾一个综艺节目里面有王中平跟于浩然这一对夫妻 然后在这个节目里面他们请了一个好像是算命大师 把用那个算盘就算出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就是前三世的这个关系 那他讲的蛮有意思 就是说他们在有一世里面呢 于浩然他是一个妓 然后呢王中平是一个农夫 然后因为他们这一世的儿子 曾经是于浩然的爸爸 爸爸把于浩然卖掉卖去那个做祭 然后呢他就从那边逃跑了 跑到可能乡村的地方 跑到农区 就碰到王中平这个农夫 然后他们就在一起可能相恋 那王中平他是人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他喜欢就是跟大家分享他的果 就是种的东西 所以他结了很多的善缘 那他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 他们两善缘 然后呢在那一世的时候呢 于浩然因为嫌这个王中平他太人太好了 常常把东西都给东给西的 他心里不是很开心 就离开他了 跑掉了 那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这个故事呢跟他们今生呢 他们在一起的这个关系 他们在节目里面讨论 就完全就是可以凑在一起 因为在今生的王中平非常喜欢种花花草草种树 那于浩然就觉得他很无聊 什么不会像这个现代男 男孩子一样可以跟他去 可能喝喝下午茶逛街这一类的 他也对他有蛮多的抱怨 那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姻缘 琴这个前世今生非常的有意思 他这个以前的故事跟今生 他真的是套在一起的 老师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一在讲 因果因果因果 真实不虚 那这个人就是真实篇 这个借由这个孙明先生的这个铁蒜盘 铁口直断呢 讲了他过去是他们这个夫妻缘 那这些东西呢 在你了解因果定律来看 他是真实不虚 而且他就是在人世间 你所有的缘分怎么来的 也就是过去里面很多的故事情节 你跟某一个人有某种的情节 所以今生在这个世上一旦相见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很熟 可能会觉得两人看起来看不顺眼 对不对 或者看到他会觉得很生气 这些的这种反应呢 不是无种神有 他都是从前面的故事 衍生到这一世 所以有些人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我看到一个人我就喜欢 对不对 我看到一个人我就很生气 或者我看到一个人我想骂他 是不是 那你不了解这里面的时候 会觉得哎呀 为什么呢 我也没有跟他有过节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这就是因因果果 不得你不相信 老师那我觉得这很奇怪 他们两个上辈子 如果是这样子的关系 那这女方跑掉了 那一定对男方是有点失望的 那在今生又是这个 夫妻的这个关系之中 这女孩子又觉得 这男生实在是太无趣了 那等于是同样的模式 那这样子又来一次 那结果搞不好 又是同样的结果 那真的是太奇妙了 像这样子的故事 又来 就说一生一世 然后又一生一世 然后又一生一世 一直在repeat上演的这种因果情节 不是只有他们 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在因果里面了无出息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要在你修行的管道里 去提升智慧 冲破英国的枷锁 然后把英国化成圆满的结局 然后在今生有可能的范围内 去成长自己的灵命 这就是我们一再希望我们的会员读者 能够得到这样子今生的一个收获 而不是像一般的人 上一次是这样子 这一次又是这样子 下一次又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气质一直演一直演一直演 演到最后他还是这么演 但是可能累积的罪业 可能累积的这种坏的因果循环 越来越重 那对当事者来说就不公平了 如果他老早知道能够早一点怎么样出头 早一点朝着方向去做 如法的该做的做到足 那这个对很多人来讲 也是一个出头天的一个积极正向的追寻他的目标 老师那在每一个故事里面 每个人学习的东西的课题都是不一样的 当然了 当然了 不是只有学习爱 还有学习到不同的 其实不是说今生课题学习不一样 而是他过去里面曾经在哪个课题 打滚了很久的东西 他今生肯定又来了 就所谓跟他有没有缘 这个缘怎么来的呢 就是他以前曾经做过的东西 涉猎的东西 犯错的东西 跟他就产生了一个故事情节了 所以这一plug in到今生的缘分里面 这个情节可能就展现出来了 所以在这个情节里面 他要突破 他还是得按照天地的真理 能够一步一步的踏实 然后冲破层层的关卡 他才有出头天 出头天之后 他会发现 原来这个世间爱的能量 是相当重要的 那在那个时候 再来学习爱 也可以 但是有时候可能稍微晚了一点 是不是 所以不论现在他在哪一个剧情里 如果都能够马上把这个爱的重要性 能够把它学起来落实 然后执政在自己的生活 发现这个东西 一进到他的这个故事情节里面 他可能就可以四两拨千斤 把原先的问题 就可能很容易的解决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来讲的 爱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滑润性 那不管是哪一种爱 你还是要合于天地的爱的这种情怀 你才能够在天地之间得到某种的这种benefit 那如果在这个角色中只有一个人圆满的镜 那另外一个人还没有学习 那还是会再坚持在一起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的 不是只有你自己好就好了 你不但自己好了 你还要去影响你身边的人 每个人都能够尽快地学习到位 每个人都可以从原先苦的故事情节里面走出来 所以一个人好 两个人好 大家都好的时候 这就是在你整个这个环境 族群或整个世界都好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极力在推广 爱与感恩这个重要性 老师那要把自己提升好 那这个已经不容易了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帮助别人也一起提升呢 当然最重要你先要有以身作者嘛 对不对 你讲的再好 你没有以身作者 人家说讲的好 你自己没做 对不对 你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 所以你自己要先请免自己 能够以身作者的身教忠于言教 让人家从你身上看到 这些真情的流露 那这些你再去跟他们 做其他的节目就比较容易 那么你能够适时地 把天地的真理 在你遇到不同的人事物里 能够向他们解说 向他们寻寻善诱的 希望他们能够来认识到 这个事情道理的重要性 然后能够让他们找到一条名路 在解决问题上 能够特别地得心应手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人群中 可以做到的就尽量去做 那很多的东西在我们不断地 努力付出的过程中 我们自己就会越来越智慧地 希望把每件事情都圆满的过程里 你会看到很多事情就开始一一圆满 老师您觉得做付出的事情 是一种得到福报的一种方法吗 就是付出 我觉得今天你要付出 如果想到说因为我要得到福报 所以我才付出就太累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生活得这么累 我们今天先认同天地的真理 那么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和我们一样 在天地的真理里 感觉到生命的可贵 以及所有的事情得来不易 要好好珍惜 所以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胸怀 情境 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呢 我们就很自然的流露 不管是你身教也好 或者是你寻寻善友也好 都能够希望他明天也可以过得这么好 我觉得这样子一来 那你说有没有福报 那是不求自得 但是如果你是因为福报而去 做这样子的付出 那这个莫导致 听到王中平跟余昊然两个夫妻 这个中间的这个关系 老师能不能用他们as example 来告诉我们这个夫妻之间 这个相处的一些方法 或者是一些建议 所以我在课堂上 或者是经常在演讲中 我都在讲 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前世今生的观念 在人世间 你在很多的追求和处理上 比较容易圆满 如果你没有前世今生的观念 硬生生的硬邦邦的 你在看很多事情 你就会 因为某种不平衡 你要把它一下子转化过来 去做很多圆满的处理 就比较困难 那你看到这个 王中平跟余昊然这一对夫妇 因为过去的因 今生的果 那么在我们所有普天下 这么多夫妻里面 必定每一对的结合 也都有所谓原先的因 后来的果 如果真的是有因有果 在很多你生活上的瓶颈 或者是相互之间的 不能够原谅 或者是很多的对立 或者是很多的抱怨 你都要有前世今生的这一块逻辑 来看很多你今生上面临 栩栩如生的这些问题 所以当你看这个余昊然和王中平 前世这个王中平的这个农夫 让余昊然觉得很无趣 对吧 所以今生呢 余昊然可能跟王中平的这个 结尾联礼之后的日常生活 王中平又可能有这个农夫的气息 所以有时候他也会觉得无趣 对吧 但是如果他知道前生无趣 弃他而去 今生如果又无趣 然后可能又有什么其他不对的想法 那来生是不是还要来搞一次 对吧 但是如果今生可能有一个机会 大家比如说 大家都有机会读一本好书 超级神秘密嘛 然后两个人都能够把人生的一些见解 调到正确 然后因为这样子的两个人共同的一个话题 又把两个人彼此拉近了 然后本来觉得无趣的 可能又变成另外一个新的桃花源 让他觉得 今生好像在无趣中又发现了两个人 可圈可点的共同话题 那不但把人生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漏洞 都能用补强了 而且也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新的机会局面 就不会再像过去世里面 又一直在那边抱怨着 或者是离开了当时的舞台 那么在未来如果真有因果的安排命运 如果又来到世界 之前又遇到这样的同样的个题 谁都累了 对吧 所以能够让今生 不论你在任何的一个剧情里 都能够想方法 让它开始慢慢的产生圆满静 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在今生舞台剧上 应该有的态度逻辑 所以有些人会说 在他的生活生命里面 他在看这个夫妻缘也好 这个父母缘也好 他觉得哇实在是太难了 你要我去把它圆满 那等于是天方夜谭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超义生密码里面 有很多的方法 来帮助世人 在从前看起来 是不可能达到的圆满 但一plug in到我们超义生密码的系统 他就会向其他这些读者会员 从原先的不可能到可能 达到事实 的确如此证明了超义生密码系统 帮助无数人走向圆满 那别人可以 现在呢 只要你愿意 你也可以 那这些呢 就可以让我们 秉除过去世里面 很多的恩恩怨怨 而是面对我们 共同未来创造更多正能量 更多的圆满件 所以很多事情呢 已经在我们觉得 好像很难 理出头绪的过程中 因为与我们超义生密码结缘 结果就把原先 或者是今生 不圆满的东西 就开始慢慢再调整了 那这个我想 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大福音 我觉得很多人在生活里面 到了一个无解的一个境 就在那边一直转 一直转不出来 那是非常苦的 那我们超级生命密码里面的 这些方法 真的可以帮助我们 借由天地的力量 提升我们自己的智慧 提升转让我们来脱离 这个一个苦史的境 所以这些呢 有些人他一听到超义生密码 可能会觉得说 你们讲得这么好 那我也听到人家基督教 也讲得很好 我也听到很多人 在佛教里面 也有很多改变了 生活生命的故事啊 但是我现在要特别 大声疾呼的是 什么宗教都好 你曾经听过什么都好 但是呢 你现在听到超义生密码 如果真的有这么好 这么多人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圆满进的结果 那我真的希望大家呢 也就来抱着实验的心情 来看看这个里面 是不是让你的生活或生命 的确开始转 转得比较圆 比较平顺 然后再来看的话 你觉得好像慢慢的成就在 一点一点的累积了 那如果真的如同我们所讲 那我想今天这个机会 不管你是怎么听到我们的录音 我想这个都值得 希望大家去没有书的人 可以跟朋友借一本 或者是去买一本 来讨论 然后可以来真正的 我想还是心最重要 你先要有诚心 对吧 然后你再来看书 是跟人家借的 还是自己去买一本 然后看到 那一点一点的把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针结啊 在你的生活里面 走不出来的这个点 套上我们 超义生命码的方法 然后就来做实验 如果实验成功 不是皆大欢喜吗 如果这个里面的过程 是让你轻轻松松 就能够死两拨千斤 那这不是让人 真的是觉得 哪有那么好的特效要命 那这一切都是我们现在所讲 但是你还没有看到 自己栩栩无声的实力 我们希望呢 就是只要你愿意 你也来创造一个 可能性的一个范例 让世人知道超义生命码 果然在茫茫人海中 确确实实的 是可以帮到人 可以给人一个名录 如果听众里面 你们是在社会里面的 某一个角落 正在生活的困境里面 或者转不出来的 非常苦的 真的是鼓励你去 照着我们的方法来试试看 相信你的生活一定会有所改变 是 我希望每个人让你自己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机会不难 只要你愿意 你有诚意 那这个实验的过程中 你看到曙光 你毕竟会知道 我们所讲 不是在那边混淆视听 或者是讲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我们讲的东西都是有贫有据 我们希望有缘的人都能够因此得福 谢谢老师刚才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好办法 希望大家能够去试试看 然后运用在你的生活里面 别忘了当你的生活出现了miracle的时候 不要忘了跟我们分享你的喜悦 谢谢老师今天的解说 也谢谢所有听众的收听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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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